所以如果你要避免这个return 回来是0的话 那等于你就是多做一件事 怎么样 你就再把它做逻辑筛选 比如if 逻辑里面的话 if 它的那个里面的值如果等于0的话 那我这边是多做一个 如果是0的话把它变成空置串 反之的话呢 就是再把它刚刚的东西贴回去 OK 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我再向右 再向下 0就不会出现了 OK 就完成我们要的结果 应该懂得那个意思吧 所以以后你看不论是index 或 indirect 反正是类似的东西 差别只是在什么呢 差别只是说index 需要的是一个文字 index 需要的是一个列跟一个栏 所以这个关联性 感觉跟我们VBA里面那个sales跟range很像 sales 那个后面一定是先列在栏 刚刚好跟index一样的 那 indirect就是要一个文字 那range刚好也是要文字 所以透过这个地方延伸出去 如果你要把 indirect改成range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把那个我们等一下的VBA的部分 可以把它做出来 那VBA部分的话呢 我其实就是用 indirect的观念 转移过来 也许先做个清除 按下切割之后 把那个interest的观念把它改成range 然后再输出之后呢 就可以了 那输出的话通常是你要先知道几个讯息 第一个for i 等于哪一列到哪一列 1到6列 for j 我会多一个j 这个j指的是哪一栏到哪一栏 这个地方的话是3到7 3到7栏 所以就会抓到什么呢 它的位置 那你输出什么东西给它呢 输出一个range 就是哪一圆range 丢到你要丢的位置 所以我写出来的给各位参考一下 这个东西应该不是太难 总共的话呢 就是这么几行 就是for i 一定是列 所以以后的话你可以套用类似的公式 1到6列 j的话指的是蓝 3到7 这个是输出到哪个位置 所以sales放前面是输出的 后面的话呢是range 其实你可以把它当成是类似什么 indirect 有没有indirect 后面的话呢就是一个a 串接什么呢 j的话你可以把它当成column 有没有column-2 再刮糊 你可以把i当成是ro 有没有i-1乘上5 观念一模一样啦 ok你就可以很快的把一个切割给做出来 那清楚的话只是把 就是后面喔 不是放抓过来的资料 而是放一个空字串 所以把它清除 然后呢切割 最后呢再做两个按钮上去 这一题就完成了 ok喔 所以如果你懂这个观念啦 以后反正你要单栏转多栏 甚至是什么 多栏转单栏可不可以 当然也是可以啦 好不过这个可能 可能你们先完成这两个部分好了 最后完成的画面呢 我一样有放在云端上面 所以你们可以从那个 我们的那个切割文字的这个范例旁边 你可以看到啦 这个index是上个礼拜东西 然后呢再来底下有个 将index改为用indirect函数 那我刚刚是先做这一个 再利用if 判断它如果等于0的话 就输出空置串 然后呢 再来就是